全文故事村里来了个仙女 她为我脱下羽衣 达理庭院 织布仿杀 她换我后裔 要带我回月宫 可我不是她 我是偷到灵药 致使嫦娥奔月的 冯蒙 后裔 也是死在我的手里 亦我是村子里出了名的懒汉 他们总说 我空有一身力气 连种好的庄稼 都不愿意去集市里售卖 只是和村子里的人置换些商品 活该家徒四壁 只能当个光棍 直到8月15 月光下出现了一位仙女 她身上的雨衣 折射出浅白的光芒 肤色盛雪 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位姑娘 都要美丽 从那天起 她就住在了我的院子里 从前 我的图瓦房 是村子里最冷清的地方 可如今却门庭若是 每日都有人前来 打着看我的名号 和仙女搭上几句话 我也曾板着脸赶过她 不管住在哪里 都比跟着我这个懒汉好 但她总是微笑着摇头 不发抑郁 日子久了 我好像也习惯了 被仙女打理过的庄稼 总是比其他地里长得好 闲暇时间 她也会织布仿杀 再拜托村里人帮忙 拿去集市里售卖 怕我辛苦 时不时会 炖些滋补的肉汤 抱着怀里 暖着等我 村里看似的说 我这是命后 得了祖宗庇佑 又在无人时 悄悄拉住我 让我长点心眼 别放跑了 这男更女之的美妙日子 等她离开 我才发现 她就站在不远处的巷子里 静静望着我 我问她 害怕吗 她摇了摇头 冲我温婉地笑 粉白的唇瓣轻轻铭起 只是一瞬 我好像看到了百花齐放 胸膛的震动 震耳欲聋 于是 我向她求婚了 这些日子以来 我早起晚睡 赚了些碎银两 虽比不上旁人 却足够一个简单的仪式 我想给她买喜帕 再挑一身最丝滑的红绸 穿在她身上 一定是极美的 光是想想 就觉得开心 可她拒绝了我 那双乌黑亮丽的信念里 满是疑惑 后裔 你忘了嫦娥姐姐吗 我们 怎么能成亲呢 她换我 后裔 可我不是后裔 我名唤逢萌 是后裔的徒弟 几年前 后裔求得不老先要 我前去盗取 害得师娘嫦娥独自服下 一人飞升 算起来 我算是嫦娥的仇人 原来这么久的温情 竟是给错了人 而我没有勇气告诉她真相 几年来 我受尽折磨 背井离乡 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村里 躲避一千人多的地方 原本以为 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可偏偏 她来了 给了我希望 又将希望收了回去 她躺在我的身侧 像个不安事事的孩童 兴奋地 说着月宫的美景 那里常年寒冷 唯有一位仙人嫦娥 和许许多多的兔子 她也是其中一只 因为憧憬人间 便化了形 穿了嫦娥的羽衣 自告奋勇来到了这里 嫦娥经常会对着兔子 诉说自己的思念 在她的描述里 丈夫后裔 有多么的伟安强大 害她奔月的逢萌 就有多么的无耻可恨 所以 让我如何对着 心爱之人坦白 说我就是冯蒙了 她是我这几年 冷清日子里 唯一的温暖 虽然 也是偷来的 横竖回了月宫 便把这条命 还给嫦娥了 最后的日子里 让我自私些 开心些 也没什么关系吧 她拉住我的手 巴掌大的小脸上 都是兴奋 后裔哥哥 带你去了月宫 嫦娥姐姐定会欢喜的 我抿着唇 没有回答 只是问她 那你呢 小人便笑弯了眼 我是嫦娥姐姐的兔子 也就是后裔哥哥的兔子 咱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说这话时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像是她的名字一样 心悦 我一遍遍 我一遍遍在心里 念着她的名字 指尖轻轻拂过她的脸颊 将她的模样 用力刻在心里 后裔已经死了 就死在我的手里 午夜梦回 我总能看到她 微笑得脸挥之不去 我知道她不怪我 可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嫦娥啊 更不会原谅我 到了月宫 等待我的 也只有一死 三可能是因为 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心悦变得更加黏我 她也不再掩饰自己 会直接变回原形 钻进我的被窝里取暖 雪白的皮毛摸起来 顺顺滑滑 小鼻子一耸一耸 有时候把她摸生气了 还会故意咬我的指尖 但又舍不得用力 只是轻轻地触碰 然后变回人形瞪我 后裔哥哥 都说了 不许摸兔子耳朵 会怀孕的 可爱极了 我喜欢她的娇憨 喜欢她的单纯 喜欢她这样 依偎在我怀里的样子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有限 第二年中秋节 星月还是握住了我的手 要带我去月宫 她领着我 一路走进了嫦娥的寝宫 随后变回兔子 蹦进了嫦娥的怀里 可是很快 她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小心翼翼地询问 嫦娥姐姐 我把后遗带来了 你不开心吗 嫦娥当然不开心 我苦笑一声 主动接过了话头 师娘 好久不见 仅一句话的功夫 嫦娥就红了眼 抓起身边的竹台 向我砸来 冯蒙 你居然还活着 你凭什么活着 竹台擦着我的脸颊过去 砸在了身后的石板路上 整个月宫都暗淡了下来 我把星月护在怀里 感觉到她微微颤抖 忍不住伸手轻拍安抚着 兔子胆子小 嫦娥的举动 已经吓到她了 她没见过后遗 认错了人 情有可原 当初下凡之时 星月大约是用了什么先法 寻找后遗的气息 而我身上 有后遗的信物 在嫦娥歇斯底里的质问中 我取下腰间的木雕 递了过去 这是师父临死前 让我交给你的 很抱歉 晚了这么多年 可是没办法 我也想活着呀 似我被嫦娥 关在了月宫的地窖里 不知道是谁 把消息传了出去 每天都有兔子 来看我的笑话 他们红彤彤的眼睛里 满是鄙夷和嘲讽 我忍不住想 星月看我的眼神 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毕竟她的崇拜 她的欣喜 都是因为大英雄后裔 而非无耻小人逢萌 可惜 她没有来 那么多只兔子 没有一直是她 我紧紧盯着入口 总想她会不会 混在兔子群里 来看我一眼 可是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大概认错了人 星月也在怨我吧 怨我没有告诉她真相 可是 我没有办法 告诉任何人真相 当年 后裔生死之时 族长逼我启示 绝不将此事外转 并在我身上下了静言咒 这个黑锅 我一个人来背 总好过一族负面 地窖见于地底 密不透风 我待在这里 时常会有窒息之感 可嫦娥不想让我这么痛快地死去 她会在一段日子之后 将我拉出地窖处罚 有时是鞭形 有时会将我绑在月桂树上 当玉兔们练剑的靶子 再将意识不清的我扔回地窖 自生自灭 她恨我 这说明她始终爱着师父 这么想来 也没那么难熬 我感觉自己身体里的生气 越来越弱 好像快要死了 也不知道死亡之后 还能不能见到师父 应该是不能的 师父的神魂散了 不入轮回 化作了人间的花花草草 迷迷糊糊间 我听见一阵哭声 是星月 她来了 我费力地睁开双眼 只见她一边帮我上药 一边用力地碾压伤口 都怪你 都怪你 要不是你骗我 姐姐才不会 换掉身边的兔子 我讨厌死你了 你怎么不快点死掉啊 我轻笑一声 如往常那般 轻拍她的手背 没关系 我的心愿 你的心愿就快达成了 无我的伤口还未好全 嫦娥便见了一个计台 要将我活活烧死 她说找到了方法 可以复活后裔 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牺牲 就是我的性命 原来如此 我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难怪她要让星月来给我上药 师娘一直都是聪慧的 她知我不想活 总要给点甜头掉着 我躺在活海里 转头看向兔群里的星月 她和其他御徒一起 高声呼喊着 为嫦娥高兴 好像完全忘记了这段日子 我们的相处 我以为 至少该有一点点真心 说到底 还是我贪心了 滚烫的火蛇 吞没了我的身体 一时一点点的抽离 我感觉到 自己到了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 这里 不是黄泉 而是卢顶 嫦娥想要炼化我的神魂 去唤醒故去的后裔 我苦笑一声 在黑暗中 看清了自己透明的模样 仙界居然还有这么一命换命的秘法 不过 如果这样 就能换回后裔 我也是愿意的 这世间爱戴 铭记后裔的 何止嫦娥一人 六我被关在了丹炉里 时常能听见 玉兔们的倒要声 伴随着几句闲聊 他们说我这种无耻小人 定是练出仙丹的 恐怕只能成为一滩垃圾 然后被埋到月桂树下 还有兔子说我命大 怎么折腾都死不了 然后等星月来了 他们就会立刻改变话题 缠着他问东问西 我听见有兔子问 星月 你们在凡间日夜相对 就一点都没认出来吗 我听闻人族的夫妻 也不过如此了 要不 你去陪他说说话吧 也算全了这么久的情谊 唉 这个冯萌 怎么就想不开 杀了后裔呢 要不然 你们也能 我动作一顿 忍不住也提起了星 想知道他的回答 可星月只是冷哼一声 你会喜欢上一个骗子吗 如果早知道他是冯萌 我在第一次见面时 就该杀了他 就是他害的嫦娥姐姐 和后裔哥哥分离 他活该 原来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是啊 他应该在第一次见面时 就杀了我 也省得我受这么多折磨 可是冯冯 是他自己认错的呀 冯冯一开始 我拒绝了他 是他硬要 待在我的身边 那么一只小小的兔子 晚上就窝在我的怀里 毛茸茸地 软化了我的心 一转头 却说出这么绝情的话 这些记忆 既然他觉得不重要 那我也没什么好执着的 丹炉外 又有兔子问他 可是我听说 你们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啊 在人间 这都是有情男女 才会做的事情 玉兔你当他是后裔 怎会和他如此亲近 星月沉默了 我敲了敲丹炉 沉声解释道 那不叫肌肤之亲 人间的肌肤之亲 不是那个意思 凡人面包 更多的细节 一般是不说的 这些兔子们 也没办法理解 我替解释 他却不乐意了 风沫 你什么意思 不认账吗 你明明 明明摸过我的耳朵 摸过耳朵 就算是肌肤之亲吗 我有点无法理解 这个逻辑 外面 却像炸开了锅似的 响起一阵吸气声 天哪 星月 你怎么能让他摸耳朵呢 就算以为他是后裔 也不能让他摸耳朵吧 对啊 幸好他不是后裔 不然 你要嫁给他做妾是吗 嫦娥姐姐不会同意的 星月好似也反映了过来 愤怒的辩解 不是的 当时我一直拒绝 使他耍流氓 当时我一直躲 但是他非要强迫我 把我拎起来就摸 我只是一只兔子 根本没办法反抗啊 明明我就在这里 他却在不留余地地抹黑我 好似笃定了 我不会拆穿他似的 明明每次 都是他主动钻进被窝 一只兔子 我也从不会多想 虽然喜欢他 却也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 我也不知道 对兔子来说 摸皮毛 是那么可怕的事情 想起自己曾经 喜欢他的单纯 竟然觉得有些可笑 大概陷入恋爱中的人 就是更容易沉迷吧 单颅外 都是兔子们的骂声 流氓 禽兽 各种各样的难听的话 还有兔子说 要替星月报仇 让嫦娥姐姐 把我埋到月桂树下焚烧 可他们忘了 我已经被烧过一次了 第七日的时候 嫦娥打开了炉顶 放出了我的神魂 她说 练花需要七七四十九日 每七日 就要开一次单炉 确认我的情况 再制定下一次的用药 以往总是笑着 和我说话的师娘 成了满脸扭曲的模样 我忍不住有些恍惚 后裔师傅 如果看到这一幕 会后悔吗 等她走了 我才注意到 星月红了眼眶 冯蒙 你怎么成了这样 是啊 怎么成了这样呢 她该不会以为 嫦娥把我关进丹炉 是在闹着玩吧 我觉得有些好笑 星月默默一到了我的身边 自言自语着 我也不想这样的 毕竟当初 我也是对你用了真情 但是 你害死了后裔 也该一命换一命 但是 你算了 等嫦娥姐姐换回后裔 我会帮你求情 放你走的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我也不想说那些绝情的话 但你是整个月宫的敌人 我也没有办法 冯蒙 你应该理解我 她说着话 将红肿的手递到我的面前 怒着嘴撒娇 你看我的手 这几日我都在单房里倒药 可辛苦了 她在期待什么呢 期待着 我像往前一样 将她的手揣进怀里 笑着安慰几句吗 片刻之后 星月的笑容有些僵硬 语气也低落了下来 冯蒙 你变了 在人间的时候 你总是会夸我能干 还会说笑话哄我 是不是在月宫见到的兔子多了 就变心了 他们可不会像我对你这么好 冯蒙 他们只会盼你死 这整个月宫 只有我会盼着你好 是吗 她不是也一样 盼着我死吗 我看着她 却已经感觉不到心底情绪 大概是被恋化的缘故 我的七情六欲都在消退 甚至于 连带着和她相处时的记忆 也在慢慢消退 我已经在慢慢地 忘记她 星月变回了一个单纯的名字 再也牵动不起心中的涟漪 冯蒙 你为什么不说话 哼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怪我就怪我吧 既然不想理我 那就赶紧滚回单炉里 冯蒙 如今我是看守你的人 你要是对我好点 我也可以给你点便利 反正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只觉得扩燥 转身飘回了单炉 外面又传来她娇憨的抱怨 好像踹到了什么东西 扑通一声 但是 已经和我无关了 七第二个七日时 我又被放了出来 多日的煎熬 让我双腿消散 只能靠在滚烫的炉顶上 星月似乎想来扶我 却又转过了头 装作没瞧见 整个月宫 包括嫦娥 此刻全部跪坐在地 中央的端庄仙人 垂头看我 皱了皱眉头 你就是杀了后裔的 冯蒙 罢了 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只是各有宿命罢了 走吧 我会亲自送你去转生 我不知道他是谁 只知道他说话时 好像有一股温润的神力 包裹住了我 无比舒服 像是温度适中的泡澡水 能让人无意识地放松下来 他是个好神 我能感觉得到 可嫦娥却委屈极了 他抬起头 声声质问 星君 您怎么能放了他 您说世间万物 都讲究一个因果循环 那他缝蒙杀了我的夫君 我用他的命来偿 有什么错 您为什么帮他 难道您就不心疼后裔吗 仙人冷了视线 只是一挥手 就将嫦娥打飞了出去 很饿啊 你如何敢质问于我 是非对错 我自有定论 轮不到你来处置 话必 他又用柔和的视线看向我 甚至弯了弯嘴角 安抚我的情绪 无奈太阴新君 冯蒙 我说放你 月宫无人可拦 原来 竟是新君吗 传闻中 嫦娥是太阴新君的一缕神魂 负责在人间寻找太阳新君的化身后裔 辅佐他保卫人间 后来 他们结为夫妻 希望母见他们相爱 也生了联系之心 赐下不老仙药 许他们拥有单独的人生 从此驻守人间 直到嫦娥吞下所有丹药 被迫奔月 回到仙宫 执着地等待着后裔 他相信 两人总有再见的一日 太阴新君便留他看管月宫 独自游离去了 如今 嫦娥动用秘书的事情 还是被新君知晓了 他只需轻轻一点 我的神魂便凝实了许多 只是被恋化的双腿 已经回不来了 新君叹息一声 转头看向星月 玉兔 你可知我月宫的规矩 星月支支吾吾 半赏才低声回答 玉兔之罪 计之罪 便要罚 太阴新君扶我起身 将我带到星月身边 冯蒙 这兔子伤了你 你可想好要如何罚他 我愣了愣 没想到 话题会绕回到自己身上 还没得及回答 星月已经抬起了头 一脸期待地看向我 他大概是觉得 我绝对不会惩罚他 毕竟在他的心里 我一直都会无条件地纵容他 可我却只是看他 星君娘娘 我缺了侍女 此话一出 星君笑了 他点点头 在星月的头顶一抓 便抓出一块淡蓝色的光点 交于了我的手上 那就让他入黄泉照顾你吧 这刑罚太轻 待你想起 再罚不迟 那蓝色光点 代表星月的性命 已经到了我的手上 只要我想 随时可以捏碎这个光点 取了他的性命 星月委屈极了 他红红的兔眼露出水光 柔声质问 风猫 你真的要这么羞辱我 我看着他 只是反问 或者 你想用生命偿还 也是可以的 星月自然是不想死的 他抽气着 跟我们一起 到了冥界 把我的神魂受损严重 若是贸然转生 怕是要成个吃 所以 星君将我交给丰都大帝 好生僵养着 听闻了我的遭遇 就连大帝也为我交援 哼 这嫦娥胆大包天 是非对错 向来是我们阎王殿的职责 什么时候 轮到他动用私刑 帝君说的是 嫦娥在人间待得久了 七情六欲未散 我会将他重新打入轮回 风都大帝的脸色 这才好了些 转头看向太阴星君 叹息一声 乾坤无私 人间的恶习 万万不可影响天界 星君对他太过仁慈 只怕会害了自己啊 这小子 我会好好照料着 帝君说到做到 待太阴星君离开之后 他在阎罗殿 找了处闲职给我 每日用符笙花入药 替我凝食神魂 星月却受不了这里的阴气 只能化作圆形走动 这里的神魂脚不沾地 根本瞧不见他 一身白雪般的皮毛 每日都被踩得脏兮兮 这对自视甚高的星月来说 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想洗澡 可明界不会给他准备洗澡水 又不像是猫咪 舔不到自己的皮毛 我常常见到他在黄泉里 一边哭一边打滚 夜晚 他便往我被窝里钻 被我拎着耳朵扔了出去 在这冥界 他也是有个兔子窝的 无非便是睡不惯 想要讨些好处罢了 星月被扔出去 还是不甘心 一次次想要回到屋子里 我关了门 他就在门口阴阴哭泣 用爪子挠门 吵得一电眼望睡不着觉 深夜来找我闲聊 他带了用曼陀罗泡的花酒 又找了盘凡人上供的花生米 你这兔子 可真是凡神 说起来我们做阎王的 什么人都见过 你可不像是那种 杀人越货的畜生 冯蒙 当年之事 可是有什么隐情 我拨开一颗花生米 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隐情确实有 但说不了 有什么用呢 现在 嫦娥恨的是我 若是她知道了真相 恨上其他人 又该怎么办呢 懂我者 不用解释 不懂的 解释也无用 阎王瞧了瞧我 不再相劝 只是默默饮酒 良久 才又开口 你小子 倒是有几分神性 嫦娥执念太深 被判入轮回 如今也在冥界关押着 冯蒙 你神魂不稳 我给你放几天假 别出去了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 碰上嫦娥 对我没什么好处 所以 爽快硬了 横竖能少干点活 也是好事 酒奈一夜 我们喝了许多 直到第二日 还隐隐有些宿醉的头痛 只是门口一阵阵的响声 吵得我更加烦躁 只能起身 刚打开房门 便感觉到一阵香风袭来 我浑身一阵 迅速后退 铜钱剑便贴着我的腹部划过 剑兵处挂着一个小小的目标 是嫦娥 没想到 她竟然找到了这里来 师娘 你这么样做 已经违背了冥界的规矩 嫦娥痴笑一声 眼神里带了一丝疯狂 月宫的规矩 我没有守 这里的规矩 我更不会守 只要能杀了你 替我夫君报仇 我什么都不在乎 冯蒙 当日要不是你 我们夫妻二人怎会分开 你拜师学义以来 我们对你不好吗 为何恩将仇报 为何要杀我夫君 师父对我 自然是极好的 要不然 我不会愿意背负骂名 独自离开 嫦娥见我不应 更加愤怒 她死了 我连她的魂魄都拘不起 你又凭什么能在这里养伤转世 什么轮回 我根本不稀罕 干脆就让我们一起死 一起灰飞烟灭吧 他们都说 嫦娥执念至深 直到如今 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她竟是 连自己的生命都顾不得了 我皱着眉头 望向她见冰上的木雕 委婉提示 师父想让你活下去 师父曾说 我们修行之人 可谓民死 为神死 但绝不能为了执念而死 我张了张嘴 静言咒却在一瞬间发作 只觉得嗓子干痒 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只一个瞬间 嫦娥的剑又到了眼前 夹住了神力的铜钱剑 对神魂的伤害是巨大的 更何况 我这个本就虚弱的人 我听见了脚步声 听见了风都大帝和阎王的呼唤 听见了星月的哭喊 只是一瞬 昏天地暗 我的神魂似是变成了一缕雾气 朝着某处飘去 是太阴新军 他终于来了 石嫦娥一击不成 整个人都陷入了癫狂 望着这满满当当的人 发了风势的质问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要帮他 明明他才是凶手 他杀了后裔 却无一人对他处以刑罚 我只是想给夫君一个交代 我有什么错 难道后裔设日 不是领了你们的命吗 他为了人间付出一切 为什么连个交代都不能有 我跪坐在太阴新军的身侧 被他护在身后 细细秘密的神力 朝着我的身体袭来 原本破损的魂体 也在慢慢修复 见我已无大碍 太阴新军 若出一谋笑颖 风猫 你是个好孩子 如今 你死结已过 功德圆满 便留在冥界 作为引渡人吧 我点头 便听见新军转头望向嫦娥 恨恶 你恨冯蒙害你奔月 恨人间话本 将你塑造成 薄情寡义的女子 可冯蒙 又何尝不是 背负骂名多年 人间都说 她是极恨后裔 得了所有的好名声 才下此毒手 冯蒙不得以背井离乡 可见她曾争辩过一句 当年的真相 便让这轮回静 亲自告诉你吧 有了新军发话 疑电阎王立刻动用轮回静 将一切真相告知 当年 后裔求得先要 打算和嫦娥 作对人间夫妻 他们二人本都是神军的先魂 为这人间百姓二来 如今驻守人间 也算是 全了自个儿的责任 可人间大汉已久 哪怕已经恢复秩序 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后裔带着我 走访了无数人间 看着无人烦人惨死 最后决定 以身似天地 用一生功德和神力 来滋养这个受损的环境 师父说 这是她的职责 也是她的宿命 我曾企图偷盗先要 让后裔服下 改变她必死的命局 可是我失败了 我被族长下了禁言咒 无法告知师娘 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奔悦 背负了全部的骂名 离开那日 族长落了泪 让我不要怨她 我怎么会呢 她也是没有法子 就一人 还是就众生 谁都没有答案 凡事不能着力之处 就是命 后裔必死是命 嫦娥救不了她是命 而我会因骂名而亡 也是命 轮回镜中 后裔拉住我手中的剑 狠狠刺入自己的身体 她说 风蒙 你是命中杀死我的人 这件事 只有你来做 我只能看着她 一点点消散 化为春风拂面 朝着各处去了 只留下一句悄悄的叹息 恒娥 你要替我守护这世间罢了 便替我好好活着吧 恒娥 是师娘在人间的名 此时 她也泣不成声 十一长娥 知法犯法 本该被直接打散 回归太阴新军 但她当日吃下的仙丹 已经形成仙谷 成了个完整的仙子 新军便将她扔入六道轮回 若是不洗尽迁华 便回不来了 新月跟着盼入轮回 进入情道 成了一只大黄牛 听闻她 偶尔会去仙女湖附近 痴痴地望着仙女 企图和她们搭话 想要回到天上 可是仙女怎么会搭理一只大黄牛呢 后来她劝了一位织女留在人间 跟了放她的牛郎 惹得天界勃然大怒 将她活生生地包了皮 阎罗笑着摇头 说这兔子想不开 明明当初 是她对不起我 她后悔了 就想让别的仙女 好好对自己的夫居 可惜再次犯了天规 织女逗留人间并不开心 被丈夫搓磨 好不容易才回到天上 又怎会放过 她这未虎作仓的小黄牛 再后来 牛郎改邪归正 得了王母准许 可隔着银行与织女一见 唯有这只黄牛 无人记得 我站起身来 将船划到岸边 一店到了 今晚 我去找你喝酒 星月番外月宫中 有很多很多只玉兔 我只是其中一只 没什么特殊的 管理月宫的太阴星君 很忙碌 直到嫦娥仙子飞升了 月宫才有了几分热闹 她无聊时 会抱着一只兔子 在药房讲述人间的故事 嫦娥仙子很美丽 听闻在人间时 她便是第一美人 美人配英雄 她说的最多的 就是自己的夫君 她很爱自己的夫君 提起后裔 总是笑着的 人间大汉 后裔挺身而出 摄日拯救了人间 就连西王母 都被他们的爱情感动 刺下仙药 让他们常驻人间 玉兔大多是在月宫中出生的 做得不好 便会被送到其他地方 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 只知道被送走的兔子 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一只玉兔想被送走 我也是 在听闻了她的故事之后 我找到嫦娥 愿意帮她去找后裔 将她带上来 嫦娥自然是高兴的 她每日都在想念自己的丈夫 见我真的愿意 便教了我探寻气息的法门 让我顺着气息去找后裔 为了让我能够顺利回来 嫦娥还脱下自己的羽衣 穿在我的身上 8月15那天 我正是到了凡间 顺着气息 找到了一个破烂的小山村 在我的想象中 英雄不应该会 住在这么偏远的地方 毕竟嫦娥仙子的描述中 人间繁荣 美丽 真实的情况 让我失望 但我是来寻找后裔的 那个人间的大英雄 其余的玩乐 都可以放一放 我找到了 但她不让我进屋 还说让我去找别人家的汉子 这怎么行呢 我告诉她 我是为了她来的 只会留在她的身边 她好像动容了 我很开心 在一点点的相处之中 我对她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我会完全不设防地化作人形 钻进她的被窝 感觉她温暖的大手 抚摸我的皮毛 这种情绪叫做什么 我不知道 后来我把她带回了月宫 才知道自己认错了人 她不是后裔 我有一瞬间的开心 想说她不是后裔 是不是就可以和我在一起了 后裔是嫦娥的 但是冯蒙 可以是玉兔的 可嫦娥姐姐说 冯蒙是害她奔月 害死后裔的人 杀死英雄的人 是狗熊 我无法接受自己喜欢的 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痛恨她 我看着她被嫦娥折磨 又偷偷溜进地窖 给她上药 这段时间 所有兔子都来问我 和她的关系 可我根本说不出口 只觉得一股怨气 无处可发 趁着四下无人 下意识地用了力 想要宣泄愤怒 可是看到她疼到颤抖 又后悔了 我一边说着狠话 一边想救她 可我终究是不敢 我只是一只玉兔 要是被嫦娥发现了 我不敢想想那个后果 但是心底里 我总觉得冯蒙不会死的 就算是为了我 可嫦娥姐姐恨透了她 居然火迹了她的身体 将她关在丹炉里 企图召回后裔的神魂 没有用 后裔的神魂毫无反应 于是 嫦娥又把她关进了丹炉 想用她炼制丹药 丹房里 兔子们问我 是不是喜欢她 我不想承认 也不敢承认 所以我反问他们 会喜欢一个骗子吗 冯蒙就在那个丹炉里 但她总是无条件宠着我 她一定会原谅我的 一定会 嫦娥姐姐是那么的善良 她只是想给冯蒙一个教训 等回头我求求情 姐姐会放过她的 直到后来 太阴新军来了 我才意识到 嫦娥是真的想要冯蒙死 也许我早就意识到了 只是不敢承认 到了明界 冯蒙对我更冷漠了 无论我怎么想 找回过去的感觉 她都会把我拒至门外 我无数次的尝试 都被她丢了出去 我摸了摸自己的兔耳朵 感觉一阵阵心痛 当初我告诉冯蒙 不可以摸兔子耳朵 她记住了 只会抚摸我的背部 可是如今 她不再记得了 我在明界又遇到了嫦娥姐姐 她居然治了法器 连她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 只想着要杀死后裔 我赶紧去找了阎罗 带着他们去救下冯蒙 还好 还来得及 冯蒙被留下做了百度人 而我和嫦娥姐姐 被判入轮回 我带着记忆 成了一只黄牛 日日劳作 直到死亡那一刻 我还在想着 如果当初 我和冯蒙留在村子里 做一对寻常夫妻 一定会很幸福吧